目前我们大陆人如果在网上搜索华为 显示最多的就是关于华为的最近的堆叠技术 似乎有了重大突破 小周即使不懂芯片行业 也知道你想要靠堆叠来优化摆脱物理差别上的差距 根本就是不可能 1加1想大于2开玩笑吗 从华为被制裁开始 就有人一直在鼓吹华为 似乎华为和华为的技术能撼动到台湾的台积电 不是工资让整个台湾震惊 就是技术让整个台积电害怕 这种新闻其实看多了就没什么感觉了 但是顶不住很多人意淫啊 这次华为的堆叠技术被夸大 主要是聊天的一个截图 内容显示华为已经搞定芯片堆叠方案了 同时还配了一张业界大佬吃饭的合影 宣称平均副总裁年薪过亿估计都有三个 大部分人年薪都千万起步 以此来证明自己是上流人士 发布的消息非常靠谱 消息迅速在网上流传 甚至也引发华为官方关注 事实上 华为确实在2019年申请了芯片堆叠技术的专利 去年也已经通过了国家的知识产权局的认证 但是这与手机的芯片技术突破关系不大 华为申请的专利描述为通过芯片堆叠封装结构 即封装方法解决多个副芯片堆叠单元可靠的 建核在同一组芯片堆叠单元上的问题 涉及电子设备电子技术领域 华为轮值董事长 郭平也表示过 未来可能会通过多核心结构芯片设计方案 来提升芯片的性能 但是我们要知道 以上技术都是有一个大前提的 芯片堆叠并不能实现1加1大于2的效果 假设两颗14纳米工艺制成的 堆叠到一起就能达到7纳米工艺的制成 那么两颗7纳米工艺制成堆叠起来 就能实现3纳米工艺制成 这显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最多只将两个芯片的性能 在原有基础上略有提升 肯定达不到媲美先进工艺制成的实力 而且还有一点不容忽视 两颗芯片堆叠到 虽然性能无法翻倍 但功耗却实打实的是增加了 而且芯片缺少了两面散热条件 热源堆积到一起发热 问题会1加1大于2吗 从目前的技术手段来看 将两颗芯片堆叠在一起 实现技术跨越并非不可能 但是更多的会应用在基站等一些空间较大 可以堆叠更多散热措施的设备上 由于手机内部的空间寸土寸金 没有良好的散热条件发挥实力 至少近一两年是很难实现的 再者这种专利在中国大陆申请 请问台湾人要吗 本身很多专利申请 就是为了拿国家补贴而设计的 即使明明知道这很难 也要搞点理论上的东西 觉得能行去申请一下吧 这是利益问题 但是我们看看芯片行业 任何一项重大的突破 都是建立在多次实践失败的基础之上的 而理论的东西距离成功 路程还很遥远 华为其实也知道 这不对 但是任何事情都不一定是空穴来风 当然也包含过度造谣的人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想无非就是这么几种情况 第一呢是拿着华为当流量池的 华为是知名企业 芯片上稍微有一些理论的东西 就会被某些媒体给扒出来 主要是为了博眼熊嘛 其次就是利用很多人 急于中国芯片强国的心理 我们要是一直被卡脖子 那么我们就要一直说这方面很强 有时候就像麻药一样 麻一下自己也是好的嘛 除了传华为拥有堆叠芯片技术的假消息以外 还有一些大V在2020年的时候就带节奏 声称华为会魔改芯片 从一些内部高级朋友那里得到消息 7纳米工艺制程有备无患 两年实现5纳米工艺制程突破 可现实大家也都看到了 华为暂时仍然只能定制高通的4G芯片 这些传播假消息的博主赚得盆满钵满 带节奏不会受到任何的损失 华为却因此要承担一些风险 这也是华为出面辟谣的原因 针对于我们的大华为 网友的反应是这样的 我爱华为 但是芯片堆叠如果真的可行的话 电脑CPU应该早早就出来了 可很明显 英特尔等公司并没有研究出来芯片堆叠技术 如果手机真的能被华为研究出来的话 那电脑CP这项技术被华为研究出来 那一定是跨时代的技术 优远说 英特尔做了集成一个AMD GPU 但是不是主流产品 我是没见过卖的实物的 小芯片堆叠现在也有 国际标准了 下一步会越来越多 另外水果的M1也是这种东西 参考显卡交火 一般情况下两张卡交火 性能提升1.5就上帝保佑了 对手机来讲更难 要考虑有限电源和狭小空间的功耗散热加倍问题等等 具体看成品出来效果怎样吧 你还是继续装吧 PPT 但是华为的问题不是设计问题 是生产问题啊 谁给它制造啊 为啥你这么多问题 对爱技术可行 中芯国际就可以制造 缺的是芯片吗 缺的是制造芯片的机器 华为又不是没芯片 是不能生产啊 一阵风真丢脸啊 还公开呢 有人理吗 能不能拿到专利费啊 还公开呢 要腿不要命 兴业练 狗喜欢吃屎的时候 不要打扰它 没衣服的时候 打补丁的你穿不穿 有胜过无 技术不如人 但是我们尽量想办法去解决 没有大炮 小米加步枪可以包 没有机械 人力可以包 不怕困难 艰苦奋斗 是我们国家人民的优秀品质 什么困难都难不倒 华为 科技硬在哪儿 厉害了华为 这下美国要完了 拜登还不来 下跪磕头 专利到稳定产品的 规模化生产距离还远呢 不要提到 王先生 我们的芯片是叠罗汉 别人整两层 我们起步就是三四层 然后世纪大楼一样的 整上去要多少 叠多少 那是超算 堆叠也不是没有缺陷 双倍耗电 双倍发热 想起人评价苏俄科技 因为受欧美封锁 被迫用系统工程优化 结果是能用 但体积大 成本高 无法商用 这种堆叠芯片的方式 大概率不是给手机用的 在华为没有公布专利之前 苹果也使用了堆叠芯片 在平面上将两颗芯片进行拼接 然后达到更高的性能 但是华为堆叠芯片的思路 是将两颗芯片采用上下的方式进行连接 那么也就意味着对产品的内部空间要求更高 一旦占据了更多的空间 那么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况 分别是散热的问题很难充分解决 以及机身的轻薄度很难进行把控 所以针对于华为的技术 华为都没法公布 媒体发布和网友发布基本都是假的 当然了 一个设计芯片的 根本就撼动不了台积电这种制造芯片的企业 您觉得是不是如此呢 好了 本期小周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